十九層大樓拔地而起 兩百七十二戶在這裡安身立命 但彼此心知肚明 這裡不會是永遠的家 卻還是拚了命的擠進宅門 比以前設計的國宅好很多 怎麼說呢 以前的國宅那種採光不夠好 因為他們當時的設計窗型 都不是不夠大 但又有多少人能卻評重選 因為公宅比例實在太低 對比其他已開發國家 南韓公共住宅達到百分之五 日本也有百分之六 更不用說歐洲國家 丹麥百分之十九 奧地利百分之二十三 阿姆斯特灘更是全球第一 高達百分之三十二 那台灣呢 台北市居然只有百分之零點六八 遠低於理想標準百分之五 都會區推公宅有什麼好處 其實第一個好處是 在都會區大量推廣公宅或者設宅 他有一部分可以抑制房價的高漲 可是這個前提是建立在大量新建 比完工 施工中 發包中 規劃中 加上都更連開分回 總共是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三戶 儘管公宅中籤率還是很低 但是還有一招讓你免抽籤 靠實力推增入住 台北市政府為了引入青年共居 推出青年創新回饋計畫 只要提出企劃案 協助社區營造 通過審查就能夠免抽籤 入住公宅 有的提供法律服務 有的提供烹飪教室的主持 有的提供社區的照顧 各種功能都有 但青年創新回饋計畫 也只有7%的名額 台北市府整合機關用地 搭配都市計畫把效益發揮到最大 只是狂蓋公宅並非一蹴可擊 完工後也只是解決燃眉之急 有多少後補抽籤的民眾 苦等的是一個合理的房價 不在寄人籬下 真正擁有一個家